大家好,名氣好 我今天要報告的是我未來想要從事的企業 我未來想要當一個國小老師 因為我覺得國小學生相對國中生來講比較純真可愛 然後我又有點喜歡跟那種小學生玩 所以我希望能當一個國小老師 不但能跟小學生互動 又可以讓他們學習到更多的邏輯 必須有愛心 然後有服務的熱忱 然後必須要有同理型 還可以有同學 這樣才能跟小朋友們可以完成一片 然後當一位國小老師 還必須看學生的年齡來實施不同的管教方式 像是假如對一年級的學生就可以天天陪他們玩 然後讓他們開心 然後假如當那種高年級老師 就比較需要管學生 讓他們可以先做好準備 讓他們可以學到更多的心思 然後我希望能夠去詢問一些國小老師 讓我知道當一個國小老師還需要做到哪些東西 讓我以後更能有機會成為一個國小老師 謝謝 我的夢想 我的夢想 是成為一位遊戲設計師 因為我 那個幼稚園的時候 我的表哥就會常常教我 玩很多遊戲 然後 從以前到現在 我都有在玩遊戲 所以 我對一些遊戲很有興趣 像是當個創世者 應該很多人知道吧 當個創世者 然後 他的自由度很高 也有冒險性 可以自己可以生存 可以種田蓋房子 我就是喜歡這種遊戲 這種遊戲 會讓我覺得很好玩 我以後 想要設計遊戲 就是跟這種遊戲一樣的 有冒險性 也很有自由性 然後 可以跟真實世界很像 我的夢想 就是想要當一位設計師 放學時候 我的空檔 爸爸總是會跟我說 家裡都沒有一個人 能考上醫學系 實在是非常的可憐 而剛好我在家裡 也算是成績算比較好 不如試看看能不能考上 當時我聽不懂爸爸的意思 是什麼意思 但後面他姐姐的句話 他說 爺爺如果知道 我是可以成為 我們家第一個 考上醫學系的人 一定會非常的高興 而這一句話 讓我狂含大悟 我也想要成為 我們家第一個 成為醫學系的驕傲 而醫生的口口也賺的比較多 也能幫助他 所以 所以可以的話 我也希望我們考上 這個醫學系的夢想 對我來說 對我這個 成績破爛的人來說 所以來